大毛他爸买了四根一模一样的圆木棍 为了拿着方便 他用橡皮尖把它们捆成了这个样子 如果这些圆的半径都是1 你能求出橡皮尖有多长吗 仔细观察一下这根皮尖 不难发现它既有直线部分 又有曲线部分 如果要求它的长度 必须把曲直分开来求 那曲线和直线的分界点在哪呢 咱把这个局部放大来观察一下 如果让一个点先沿着橡皮尖的曲线部分移动 那它就是绕着圆形转 到圆形的距离始终都是半径1 可一旦当它移动到直线 就不再是绕着圆形转了 到圆形的距离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像图中这个样子 那这两种运动状态的分界点在哪呢 不能看出 就在半径与直线垂直的那一刹那 从这个状态起 动点与圆形的连线就开始拉长了 所以这就是你要寻找的曲直分界点 它恰好是半径与直线在垂直状态下的焦点 同理 你可以把其他曲直分界点也都画出来 在右上角就是这个点和这个点 在右下角就是这个点和这个点 在左下角就是这个点和这个点 在左上角还差这个点 这样橡皮筋就被这八个点分成了四段圆弧与四条线段 你只要分别求出它们的长就有总长了 先看曲线吧 每条曲线都是半径为1的90度圆弧 如果把它们都拼到一起 恰好就是一个半径为1的整圆 所以弧长就是2π乘1的2π 至于直线嘛 每条线段都恰好等于两条半径相加 所以长度都是1加1的2 那四条线段就得是24的8 曲线和直线都有了 再相加就是总长 所以答案就是2π加8 除了能求总长 面积其实你也能求了 看出来没 有的曲直分界点 你能很自然的把整个图形分为四个扇形 四个长方以及一个正方 把它们分别求出面积再相加 就可以得到整个图形的面积了 由此可见 曲直分界点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 所以我得把分界点的画法再跟你强调一遍 就是半径与直线在垂直状态下的焦点 用这个思路 你还可以解决更复杂的问题 比方说这幅图类似一个六边形 你把这个曲部放大 找一下曲直分界点吧 根据刚才所说 必须是半径与直线在垂直状态下的焦点 所以曲直分界点不是这个 而得是这个 用同样的法子 你还可以画出其他曲直分界点 最终会画出12个分界点 利用这12个分点 你就可以精准的对边界进行分段求解了 好了 关于捆圆的周长与面积 我就简单讲到这 只要你知道怎么寻找曲直分界点 剩下的事都好办 怎么样 明白了吗 如果明白 就自个动手试试吧